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 今集的主题是《独立》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陈浩天 对于香港前途归宿提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叫做愿景 竟然遭受到中共政权开动国家机器 和此间亲共赴共的组织和政客铺天盖地 予以批判 而港共政权更加破天荒引用社团条例 就是恶法企图禁止这位年轻人的所属团体 香港民族党的运作 香港的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演讲 更加被匪干张晓明 打成触犯刑事罪行条例之中的煽惑罪 更有陈文之流的腐匪港奸 建议港共政权驱逐外国记者会出境 真是民独立而色变 民独立而发癫 独立真是那么可怕吗? 独立真是连港都有罪? 独立是指单独暂立 或者是指关系上的不依附不隶属 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某些事 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说 一个独立的人是只有独立思考 独立的人格 独立生活的能力 即是说做一个独立独行的人 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当然就是指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 即是他统治和管理的权力 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去行使 独立这个词语不是现代中文 自古有之 中国有很多典籍都有独立这两个字 老子有物运城 先天地生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抬 孙子的余孝篇就说 以司法者所得扶情 非所受扶性 不足以独立而止 管子的名法解 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人主孤独而独立 人臣群党而承憑 这里独立两个字是指 孤立无所依傍的意思 独立也可以解作超凡脱俗 以众不同 易经的大过篇有一句叫做 君子以独立不拒 孔永达朔 君子于衰难之时 卓以独立 不有畏惧 孙子的仲离篇 顾善用之 则百里之国 足以独立以 不善用之 则坐六千里 而为囚人亦 这就是说 国家无论大小 他独立 都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 为了压制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自由 不惜将香港推向极权 真是罪大恶极 这个节目今天是第一百集 应该作一小结 多谢各位收听本节目 后会有期